但是加拿大跟印度之間 這兩國的氣氛恐怕是非常難緩和了 他們的關係現在是降到了冰點 原因在於呢 去年有一位席客教的領袖在加拿大遇刺 那這個加拿大政府呢 蒐集了很多的證據 直指認為印度的外交官就是幕後的主使者 涉案程度非常嚴重 所以總共驅逐了六個人 而印度呢 他們也要展開報復行動 同樣是驅逐了 幾位加拿大的外交官 而且呢 他們打算要撤回住加拿大的特使 去年加拿大一名席客教領袖 在溫哥華遇刺身亡 加拿大政府將矛頭指向印度 六名印度外交官被驅逐出境 印度最大在野党領袖跳出來 要政府拿證據來反駁加拿大 作為報復印度隨後跟上驅逐六名加拿大外交官 並表示要召回住加國特使 如今經過加拿大警方調查案情有了新進展 加拿大警方掌握的證據表明 大量印度特工搜集秘密資訊 脅迫南亞裔加拿大人 特別是針對喜客教徒 還參與幾十起暴力案件 總理杜盜開記者會痛批 任何一個外國政策 在殺到一個國內的國家的土地 是我們不批准的違反 但印度政府否認這些指控 反控加拿大以調查為由 藉機抹黑印度 兩國關係瀕臨破裂 就怕未來入境加拿大都成了問題 印度民眾期盼政府和加拿大的關係 能夠得到緩解 特別新聞總部報導 而以色列在中東的區域衝突 能夠緩解嗎 看起來呢或許有一點點的機會 不過呢他們自己本身還是不願意收手的 像他們就針對呢 這個黎巴嫩的南部 又展開了空襲的行動 還有東部有好幾個地區 也全部都遭殃 那總共造成14個人死亡 當中呢有三名的真主黨分子就被俘虜了 但另一條戰線就是針對 跟哈馬斯之間的戰鬥 乙軍的說法是呢 他們認為他們感覺到的是呢 哈馬斯的力量好像已經在重新集結了 所以他們決定 要再度展開空襲跟地面攻勢 鎖定的是加薩的北部地區 那另外呢是真主黨的第二號人物呢 卡西姆最近就對外發言了 他就提到說 威脅擴大對以色列全境的飛彈攻擊範圍 那現在呢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呢 能夠直接停火 大家都不要打了 不要在任何一方呢 再故意挑起這個爭端 但是呢 對乙軍來講 這個可能性呢 其實非常的低 雖然對方都這麼說 對方好像放軟一點是出善意 不過呢 他們的這個 總理就講到說 跟黎巴嫩的邊境呢 必須還是要設緩衝區 不能有任何的真主黨戰事存在 所以要消滅真主黨這樣子的意志呢 其實還是非常的強烈的 那所以美國方面呢 作為這個以色列長期的盟友 他們勢必呢 也得站出來給個說法 不過美國現在的態度是呢 認為以色列不斷去轟炸貝魯特 似乎呢 也是有一點做的過頭了 所以希望呢 以色列能夠自己稍微克制一點 那另外就是呢 跟這個哈馬斯之間的衝突 他們現在下了最後通牒了 就要求說呢 30天內 要增加人道物資進入加薩 不然呢 美國方面會考慮切斷 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 以色列在加薩的戰爭持續 至今已造成超過 4萬名巴勒斯坦人喪生 加薩陷入嚴重人道危機 美國對以色列下通牒 限期30天內 增加人道物資進入加薩 否則美國將切斷 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 周日美國發警告信給兩名以色列官員 內容由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撰寫 信中提及自今年5月開始 進入加薩的人道物資減少超過一半 9月來到新低 讓加薩近200萬人口陷入危機 拜登政府要求以色列 每天至少允許350輛物資卡車進入 並暫時停火讓民眾注射疫苗 為期四個月 美國法律規定禁止美國政府向阻礙人道物資的國家提供軍援 這封警告以色列的信件原本密而不宣 但之後卻在媒體上曝光 白宮似乎有意走漏消息 一來是藉此施壓以色列 另一方面也是安撫民主黨內的進步派 他們不滿總統拜登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副總統賀錦麗 對以色列不夠強硬 並反對提供軍援 警告信發出的時機也充滿了選戰考量 總統大選倒數三個星期 賀錦麗必須爭取美國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的選票 拜登政府想要這個戰鬥 他們想要這個戰鬥在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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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想要不要讓 Israel攻擊伊朗 在反對你所說的 你剛才說過的 飛機攻擊 從幾個星期間 這就是那一部分的發展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還未對警告信做出回應 不過30天的期限足夠讓他等到選後 確定白宮主人是誰在做決定 以色列另一個戰場黎巴嫩 一國地面部隊深入南部地區掃蕩真主黨 近日特別允許媒體進入戰區採訪 記者跟隨以軍進入 所到之處完全看不到黎巴嫩平民 到處都是以色列戰車 指揮官兼稱沒有佔領的打算 以軍表示上級給他們的命令是 清除邊境真主黨據點 沒有前進貝魯特的指示 以色列宣稱沒有佔領的打算 但以軍卻不斷在控制的城鎮插旗 說法欠缺說服力 以色列即將對伊朗展開報復攻擊 國際社會如坐針毯 根據華盛頓郵報報道 以色列已經私下向美國官員保證 不會攻擊伊朗的原油和核設施 只鎖定軍事據點攻擊 中東可能的使用危機解除 國際能源署預估 明年全球能源恐怕會過剩 國際原油價格應神下跌 TVBS新聞總和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